Welcome to IT Handicot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那我们接下来这个tutorial呢 就是这个用SourceTree 来针对Agile DevOps 来做GeekClone的这一个教学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Agile DevOps 先来看讲义 在我们讲义的 不好意思在这里,在我们讲义的 这个地方我们就来看一下 首先呢就是我们 要先去这一个连结 或是这个连结,两个连结都可以 我们来到这个连结之后呢 接下来你要,因为我已经 login了,那如果你没有login 的话你就要login,那在进来 之前你可以先login进你的Huntmail 或是你的这一个outlook.com 的这个email 你这样子就等于是login进你的Microsoft.com 那你login进来之后 你来这边,你就会直接跑到这一个页面 你跑到这一个页面之后呢 那在我之前的tutorial 我已经创建一个新的organization 在这个organization底下 有三个project,那这个 每一个project其实就是所谓的repository 好,那在我的 这个讲义呢 我是用gitdemo 这个repository来做贴图 可是呢像我来做实作的部分 我就会用这个repository来做实作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选取我们要使用的这个repository 那我们选取之后呢 一样回到讲义 我们选取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点选reports file 然后在这边找到我们的htps的这个连结 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实作这个地方来 他就跑到这里来 我们就选report 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连结 那当然呢 他也是有一些这个 这个geek的这一个 这一些comment line 可以用 那我们最主要呢是要用sort tree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这边code 比较好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clone到 这个Ferture Studio Code 这样子 VSCode 好,那那 呃 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针对这一个 想要针对这一个repository 做他的username 跟password的话 就是 当你在做geekclone的时候 因为它是一个private的repository 那他会要求你输入你的username跟password 就是你的Microsoft account的username跟password 那如果你不想在这个时候输入你的username跟password 的话 那他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按generategeek 好 这你可以按这一个按钮叫generategeekclone 就是制造geek的这一个 这个 就是你clone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usernamepassword就对了 那他就会看 我们看这个贴图 当你按下这个按键之后 他就会产生一个新的username跟password 是针对这一个repository 好 专用的一个username跟password 好 那他这个password是一个乱码 很长的乱码 那username呢 应该就是你的目前的username 没记错的话 好 那你这边点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copy这三个information 那因为在我自己的local端的电脑 我会login进我的Microsoft account 所以我只要copy这个htbs的连结 这样就好了 好那接下来在这个sauce tree底下 在sauce tree底下 一样是老方法 我们就把sauce tree打开 然后我们先开这个explorer 我们等一下呢 会把它这个程式码丢到这个 这个d槽sauce tree agio devops 这个folder底下的gitdemo01 那之前已经有clone过 我在这边就把它删除掉一次 好那这一个folder sauce tree agio devops gitdemo01 里面是空的 那我就把这个 等一下就会copy这一个路径 好等一下就copy到这边来 就是clone到这边来 好那我现在再新增一个type 这个type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一开始有做github的clone 然后再做github的clone 再做bbucket的clone 那现在就是要做 这个agio devops的clone 那在做agio devops的clone呢 那我就是在这边点选clone 这个按钮 然后你在这边要输入URL 那这个URL就是这个htps的URL 那我要先去这个 先去这个地方 这是gitdemo3的repursor 我要copy这个URL 我就按这个按键 然后接下来我再回到我的sauce tree 我回到我sauce tree之后 按Ctrl-V贴上 贴上之后跳到下一行 他就开始去检查这个repursor 然后他会发现它是一个gitrepursor 那通常你从这边跳到这一步的时候 他就会要求你在sauce tree底下 login进你的usernet跟password 那我已经在这个地方login进我的 这个Microsoft的usernet跟password 所以他把我的usernet跟password 就把它存在这个authentication的这一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agio devops somewhere应该是这个吧 好那 这边 他就不会再要求我再重新输入了 那如果我今天只是想要针对这一个 想要针对这个repursor 的话 那我就只需要输入 只需要输入什么呢 只需要输入 我刚才在这边跟你讲的 就是你按下这一个generate gitcredential这个地方 他会产生一个usernet跟password 他是专门针对这一个repursor 所做的usernet跟password 你就可以输入这两个项就好了 好那 因为我是希望说能够 操作我所有的agio devops 里面的所有的repursor 所以我才login进我的Microsoft的usernet跟password 好那 我们在sauce tree这边 要给他一个folder 这个folder呢 就是会做geek clone 他会把geek server上面的程式码 coby一份到这一个folder里面来 那刚才我跟你说 我打算coby到这个sauce tree folder底下 agio devops的folder 的这个geek demo01 coby到这个路径 那我coby到这个路径 你会发现 这个栏位他也跟着改 他会改成跟这个folder相同的名字 这是bootmark的名字 那他会变 等一下上面会产生一个geek demo01 像这个样子的bootmark的名称 然后defense呢 这边呢就没什么 这边是空白的 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呢 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branch 那其实他也应该要有一个预设的branch 是masterbranch 但是不要紧 那等一下呢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好我们先来到我们的 这一个repressory这里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没有任何的卡密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卡密 所以你看到没有file 没有卡密 他是真的完全空的 没有卡密没有file 所以我当初在制造新的repressory的时候 这里面是完全空的 也没有repressory 完全没有repressory 都没有任何东西 一个东西都没有 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他就是完全是空的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在我的soulstreet里下 我看不到任何的branch 看不到任何branch 那 在soulstreet 等一下我geek clone完之后 我给你看一下 我现在来做一个clone的动作 好 我现在做clone呢 他就开始做clone 那我做完clone之后 你会发现local没有任何的branch remote呢也没有任何的branch 反正就什么branch都没有 我们来看这个history 也没有任何的卡密 那这是agile devops 他预设的情况之下就是这样 不像你在 好 bitbucket他会有个initial commit 然后在这个gitapp 他会有一个initial的卡密 然后在github 也会有一个initial的卡密 可是在这个agile devops 他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卡密的 好 那不要紧 反正呢 就是我已经clone下来了 那我现在来到这个folder 你可以把这个folder打开 他里面就是只有一个dogeekfolder 然后里面打开来 就只有这些档案而已 那这些都不用太当心 因为我没有任何的branch 所以这里面就不会有所谓的master 可是如果你看到其他的 比如说像bitbucket 你就可以把它打开来 你就看到这边有一个 这个index啊什么东西的 反正就是他有不同的branch就对了 好然后那在这个地方 目前他就是很干净的环境 什么都没有 然后也没有license 没有readme 没有gig 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就要再一个一个加进去 好了 那我们现在做完clone 好我们做做完这个clone 那等一下 在这里 我们做完clone了 那这个clone呢 好就刚才我跟你说 你就点进去之后 然后这里什么都没有 你就按下你在这个地方 好在第一次做clone的时候 他会要求你输入你的这个account的名字 那我是用handmail 那就是我的handmail 然后这边输入我的password 输入完之后 他就做完 他就可以继续跳到第二行 然后做clone 好然后做完clone之后呢 他就做好了 那做好之后呢 他就会打开答案 里面是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这个答案而已 好那我们下一个tutorial呢 就会来介绍commit 好那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